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医院22月发布的消息,就在当天俄罗斯空前军备一架屠夫22.3名火战掠空架机,在北方中间摩尔曼斯克南部的奥列列格尔斯克附近角落是坠毁, 四名几组成员中有三名单场死亡,根据当地媒体报道,当天这一地区由于暴风雪弥漫,导致失去航向的飞机,只能试图硬着陆,最终凉成惨剧发生,屠夫22.3早在1977年就进行了第一次飞行,如今,堪称俄远程战略航空兵部队中的老马,事实上俄轰炸机都是老马,没想到这回是了前提, 如今在俄罗斯空间军训裂中,大概还抱有有150架以上的逆火,包括封存单位退役,其型号分别为基本的屠夫22.3,加州电子侦察设备的屠夫22.32,目前正在研制最新的魔改版屠夫22.3. 这款战略轰炸机,最让人忌惮的地方,在于其超强的突防能力,其最大速度高达2.3马赫,最初是为了打击美军航母战斗群而生,当年挂在亡于超音速版线导弹的逆火超音速轰炸机,是最让美国人头疼的存在。 除此之外,力火还对我活构成了严重威胁,由于其产量巨大,其不少部署在我北部边境,因此,七八十年代的PLAAF很多作战设想,都是围绕着对付屠夫22.3展开。 某种程度上说,当时我们并没有能够拦截这款轰炸机的有效手段,最为先见的剑8II高空高速,截击机也只能勉强达到2.2马赫的最大速度,更不用说在苏军一跳强大米格的护航之下,拦截逆火了。 一直到九十年代之后,我们在理论上拥有了有效拦截逆火的能力,讽刺的是,此时对手已经不在了。 鉴于1991年后,俄罗斯是在囊中羞涩,导致美国人在玩转B2U0隐身轰炸机的时候,他们还在抱着老三架马车穷叫欢。 一直到今天俄罗斯高调宣传的PAKBA隐身轰炸机,也没一个具体的眉目,但倒是还在通过母改这些老飞机提高坐载能力。 2017到2018年,KASA航空制造厂干了两件大事,第一是弄出了图付160兆2,第二,就是弄出了图付22兆3兆。 其中,后者换装了与前者同样的库茨涅佐夫NK3202型发动机,另外航电设备中有超过80%得到了升级,NV45相控日雷达,Glarnes导航系统,现代数字玻璃驾驶舱,以及电子战装备。 然而由于机体老化等种种原因,该轰炸机已经难以掩饰疲态。 毫无疑问的是属于美俄天空的时代早已经过去,未来的天空主宰不言自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avacate